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称 第四波疫情他更以大难临头一词来形容他内心的恐惧 记得拜登总统不久前在告诉我们 美国要在4月30日之前在全美完成两亿剂接种的新目标 并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时让美国从病毒中独立脱离而来 现在CDC主任的说辞显然与总统的期待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让我们喜悠参半 对未来不知是持悲观的态度还是乐观的想法 从最近美国疫情的突变似乎也印证了CDC主任的说辞 因为在过去一周之内全美单日的平均感染数为66000人 竟比两星期前的单日平均增加了12% 而且单日死亡人数也增加了3% 每天近1000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 这种不见反增的现象的确非比寻常 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州确诊数字都出现了增加的预示 尤其是在全美国开放后的明西根州 本星期病例增加较前一周暴涨了52% 每天平均有5000多个新病例 而一周疫情感染数更是出目惊心 在短短17天内激增了62% 所以州长当机立断暂缓全面开放计划 芝加哥市长也因最近一周每日病例上升近500例而决定 不再采取任何重新开放的计划 疫苗的接种不断增加 却没有带来疫情的下降 这十足说明的疫苗并非万灵丹 芝加哥大学大医学院流行病学家 蓝灯博士有感而发说道 疫苗与疫情是一场贵度赛跑 疫苗就像乌龟 我们知道乌龟最终会赢 但是兔子能走多远呢 西北大学医学院重症护理专家 盖茨博士医针见学指出 病例激增的原因就是旅行度假以聚会 盖茨明确指出去年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激增 从医学专家的深刻观察给我们的教训是 我们不能过度依赖疫苗 而必须例行戴口罩 勤洗手以及与他人确保六尺安全距离 昨天在我接种了第一针辉瑞疫苗后 护士提醒我必须在三之后回去注射第二针 对我而言那是非常重要的日期 我当然不能忘记